明朝年间的一个上午 济南府邹平县 一个小镇上的郎中郑姓 郑匆匆忙忙地赶往县城里原外家 他不是去给人家看病 也不是去走亲戚 而是要赎回在李府押换的女儿翠平 郑姓为人善良 医术高明 妻子张氏早逝 和女儿翠平相依为命 他对董事孝顺的女儿百般疼爱 为何沦落到要把女儿送到李府做丫鬟的境地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原来三年前的一个凌晨 两个男子抬着一个重病昏迷的老翁来求医 郑姓发现老翁迈向很弱而异常 老翁已经上了岁数 游进灯窟 弄不好会当场断气 于是郑姓让两个男子把人抬走 另请高明 然而两个男子扑通一下 贵岛在郑姓的跟前苦苦哀求 他们说是老翁的两个儿子 在外地买卖 平时不在父亲身边 父亲重病后 他们赶紧从外地赶了回来 可是父亲已经昏迷不幸 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连夜走了几十里路 才把父亲送了过来 他们请郑姓务必想方设法 救救他们的父亲 哪怕让他们和父亲说说话也行 郑姓本就善良 再加上他尤为敬重孝子 便开始对老翁施救 然而老翁在郑姓施针的过程中 忽然口吐鲜血 呼吸急促 还没等郑姓反应过来就咽了气 郑姓连忙安慰两个男子 让他们节哀 赶紧把父亲抬回去入土为安 让郑姓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男子诬赖郑姓 害死了他的父亲 让郑姓赔钱 否则就告到衙门 就在此时起床的翠平 听到前面的动静 跑了出来 而两个男子看到翠平 立即冲了上去抓住了翠平 以翠平做要挟让郑姓赔钱 郑姓一向疼爱女儿翠平 无奈之下 郑姓开始和两个男子商量赔偿事宜 结果两个男子索要一百两文银 郑姓虽然医术高明 救人无数 可是他心地善良 乐善好施 遇到困难的百姓少收或者不收费 家里拿有一百两银子的积蓄 尽管最后讨价还价到五十两银子 郑姓也拿不出 他把家里仅有的十两银子给了两个男子 让他们宽限先十日再来取钱 两个男子这才抬着老翁离去 可是让郑姓妇女 去哪里凑齐剩下的四十两银子 尽管郑姓暂停了医馆 四处求人借钱 也只凑了十两银子 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更何况他还差三十两银子 心力交瘁的正信 还担心那两个男子耍横对女儿不利 着急上火的他竟然病倒在床上 走投无路的他 准备将医馆卖掉凑钱 还给那两个男子 可是沿街的医馆后面是他们住的地方 如果卖掉 他们何处容身 而且医馆倾注了正信大量的心血 也是生活的来源 他们以后如何生活 董事孝顺的翠平得知情况之后 他立即说道 爹爹 女儿不孝 不能为你分忧 如今你已经卧病在床 就不要再操心此事 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正信连忙阻止女儿 毕竟翠平还小 可是翠平说道 爹爹 你刚喝了药 就安心在床上躺着休息 我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翠平说完 不顾正信的反对 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 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后 翠平回到家里 说钱的事情 他已经解决 正信根本就不信 追问女儿是如何凑到那么多银子的 翠平这才说道 爹爹 我有个认识的姐妹 她母亲在县城里园外家做仆人 她说里园外的女儿彩莲缺一个丫鬟 正在四处寻找 可是接连几个都不满意 我想去试试 刚才我去找了我的姐妹 了解了李家小姐彩莲的情况 我有信心能够长期在李府带下去 而且听说里园外给的工钱是一年十两银子 而且刚好今天 我姐妹的母亲回来探亲 我求她明天就带我去李府 到时候我求他们提前预支三年的工钱 如此一来 不就有钱了吗 正信立即说道 平儿 伺候人的活哪里有那么好做的 你才十三岁啊 我怎么忍心让你去做丫鬟筹钱呢 此事莫要再提 翠平忽然跪倒在正信的跟前含泪说道 爹爹 我娘去世的早 你含心如苦把我养大 如今家里蒙难 我见你整天愁眉苦脸 茶饭不思 如今还病倒了 女儿心疼你啊 医馆是你的心血 也是我们家的希望 三年一晃就过去了 还请爹爹成全女儿的一片孝心吧 正当妇女二人为这件事情 僵持不下的时候 那两个男子又跑来催着正信还钱 正信只好把凑来的十两银子给了他们 可是他们还是不依不饶 懂事的翠平不想他们打扰父亲 翠平立即对他们说道 请你们宽限几日 我们一定将剩下的钱还给你们 否则你们就把我抓走卖了抵债 两个男子离开后 翠平立即对父亲正信说道 爹爹 他们不依不饶 即便你卖掉衣馆 也未必能凑够钱 而且谁会这么快卖下衣馆呢 我们以后住哪里呢 而且我姐妹的母亲在李家当仆人 有她的照应 你还担心什么呢 如果我们家有了钱 你可以提前把我赎回来啊 所以女儿再次恳请爹爹成全我的一片孝心 翠平懂事的让人心疼 万般无奈之下 正信只好同意了女儿翠平的想法 挥泪送别女儿去了县城 签了三年卖身器 解了燃眉之急 正信的衣馆重新开门营业 可是被那两个男子这么一闹 衣馆的生意大不如前 不仅如此 那两个男子还经常来他的衣馆前说三到四 除非正信给他们封口费 正信知道他们贪得无厌 坚决不给他们钱 可是衣馆入不敷出 让正信想提前赎回女儿的想法破灭 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和不被要挟 他干脆关了衣馆上山采药挣钱 一晃两年过去 正信起早贪黑 省吃俭用攒够了十两银子 一想到女儿在别人家坐下人伺候别人 正信就忍不住落泪 所以决定提前将女儿赎回 那天正信赶往县城 还顺便背了一筐上等药材 想去县城卖个好价钱 然而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件事 耽误了几天才到了县城 卖掉药材之后去了李府 李家是大户人家 仆人让正信在外面等候 正信等了许久 才看到女儿翠萍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正信刚想说话 翠萍对父亲的到来并没有心细 而是立刻说道 爹爹 你怎么来了 我这回正忙着呢 没时间陪你 你在外面等会 等我忙完了再来找你 平儿 出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这么着急 正信立即意识到 李府或者女儿遇到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赶紧问道 翠萍犹豫了片刻说道 爹爹 小姐彩莲忽然晕了过去 还没醒来 我得赶紧去照顾小姐 正所谓父女怜心 翠萍本想让父亲进去 帮着看看彩莲 可是想起两年前的那件事情 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而正信想着县城这么大 多的是郎中 何必去趟这个浑水 所以正信看着女儿匆忙离去的背影 继续在门口等待 然而没过多久 翠萍又跑了出来 正信问道 平儿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们小姐醒了 爹爹 托你的福 小姐醒了 她听说你来看我 非要让我请你进去 她想见一见你 你赶紧跟我进去 请得郎中医会要来为她附阵 翠萍说道 彩莲小姐刚晕了过去 好不容易醒来 需要休息 为何要见正信 正信一边跟着翠萍往里面走 一边询问女儿原因 翠萍简单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彩莲虽然贵为富家千金 但是性格温柔 知书达理 奈何三年前生了一场病 虽然请了很多郎中替她诊治 但是始终未能痊愈 总觉得浑身乏力 没有精神 生病的人心里往往比较脆弱 情绪容易激动 开始对身边的丫鬟仆人诸多不满 百般挑剔 让人觉得很难伺候 连续更换了好几个丫鬟 都没有让彩莲满意 直到翠萍出现后 彩莲见到比她小两岁的翠萍 觉得格外亲切 同意翠萍留下 还答应了翠萍的请求 预支了三年的工钱 让她带回家解决了燃眉之急 翠萍留在了礼府 将彩莲照顾的细致入微 不仅如此 由于彩莲身体不适 没有精神 而且胃口极差 对任何美食都提不起兴致 日渐消瘦 让她的父母心疼不已 而翠萍自幼跟着父亲学习了药理 她特别喜欢钻研药膳 不懂的就问父亲 一来是为了将来照顾好 忙碌的父亲饮食 二来是将来做个好妻子 好而其 翠萍开始做药膳让彩莲尝试食用 彩莲吃了翠萍做的药膳 胃口大开 赞不绝口 由于饮食方面得到了改善 彩莲的精气神逐渐得到了恢复 身体也慢慢康复 因此彩莲对翠萍十分感激 二人私底下以姐妹相称 彩莲也跟着翠萍学习药膳 同时也抽空教翠萍读书识字 琴棋书画 李源外夫妇对翠萍这个丫鬟 也是格外的喜欢 由此可见 勤劳善良 孝顺懂事的人总会有好运 总会招人喜欢 不过翠萍在让人羡慕的同时 也遭到俯上其他人的嫉恨 按理说彩莲比翠萍大两岁 已经年满十七岁 早就到了婚配的年龄 而且彩莲貌美如花 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而且出生富贵名门 上门求亲的人络绎不绝 但是李源外夫妇 一直当彩莲为掌上明珠 总想挑选一个门当户队的好女婿 而彩莲也不想嫁给富家顽固子弟 所以一直没有挑选到合适的对象 就在几个月前 彩莲带着翠萍去城外的寺庙祈福 偶遇一名风度翩翩的男子 缘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二人只相互对师一眼便一见钟情 事后才得知那位公子 是新上任的支县的公子陈辉 是个秀才 跟随来邹平县赴任的父亲来到这里 由于她的母亲旅途劳动 身体不适 她特地来为母亲的健康祈福 彩莲是个女子 她不好主动求父亲 去陈支县家说何此事 因此终日愁眉不展 茶饭不思 不过没过多久 陈支县请了梅婆来礼府上门提亲 陈李两家当即定下了 这门婚是三里六匹 一切都进展顺利 婚期将尽 然而在不久前 彩莲觉得身体不适 里员外夫妇以为彩莲的老毛病 又犯了 请来了郎中替彩莲诊治 郎中却束手无策 翠萍像以前那样 尝试着用药膳帮助彩莲调理身体 可是这一次非但没有任何效果 反而彩莲的病情加重 还出现了昏厥的现象 翠萍一不解怠地照顾着彩莲 就在郑信在李府门口 等待女儿的时候 彩莲又晕了过去 所以翠萍没有及时出来 彩莲醒来之后 发现翠萍不在身边 便问她去了哪里 彩莲得知翠萍的父亲来看望她 所以和翠萍情同姐妹 知书打理的彩莲 让翠萍去请她的父亲郑信进来 郑信原本就是郎中 她习惯性地看了看彩莲 顿时皱了眉 因为她发现彩莲脸色蜡黄 嘴唇发紫 眉睛打彩 好像是中了毒 不过郑信想这请郎中 马上就要过来 所以她没有吭声 她本想说提前让女儿回去的事情 可是眼下的情况 她没好意思开口 只好说事到现成办事 顺道来看看女儿 而且因为那两个男子的事情 翠萍在外人面前 从未提及过父亲郑信 曾经是个郎中 里员外夫妇也没想过 让郑信帮着诊治彩莲 郑信觉得她不方便久留 便起身告辞 她刚走到院中 发现有个仆人 带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 顿时心里一惊 同时也勾起了郑信那段伤心的往事 原来郑信生于农村 自幼跟着父亲上山采药 和跟着父亲去镇上的医馆卖草药 当时医馆的张郎中 见郑信为人忠厚 堆药材有着很强的天赋 便收郑信为徒 张郎中中年德女 有个女儿名叫凤菊 她和张郎中 另外一个学徒冯卿自幼相识 而冯卿是张郎中朋友的儿子 她一直喜欢漂亮的凤菊 希望长大后娶她为妻 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也许是凤菊和冯卿太熟的缘故 她当冯卿只是师兄 并没有别的意思 反而对忠厚善良的郑信情有独钟 等三个孩子都长大后 冯卿求父亲跟张郎中求亲 可是张郎中夫妇和她的女儿一样 觉得冯卿对凤菊确实很好 但是诚服太深 最终他们还是决定 选择了忠厚善良的郑信 郑信和凤菊成亲当日 冯卿借酒大闹了婚礼现场 被她父母带回去之后 消沉了一阵子 直到她的父母在镇上帮她开了医馆 另外寻了一门婚事才安定下来 郑信和凤菊结婚后夫妻恩爱 孝敬老人 由于张郎中年事已高 再加上翠萍出生 她便将医馆交给郑信打理 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在翠萍五岁那年 张郎中夫妇先后去世 悲痛的凤菊因此大病了一场 好在她在郑信的精心照顾下 身体逐渐恢复 那天郑信接到一个急诊 在十几里外的农村 由于她放心不下妻子 她本不想去 可是对方一再恳求 凤菊说她已经好了很多 可以照顾自己和女儿 让郑信放心地去出诊 由于道路难行 再加上病人病情严重 十分棘手 等郑信诊治完病人回家时 已经很晚了 当她来到家门口 眼前的一幕让她痛不欲生 懊悔不已 因为她发现邻居 抱着一直在哭的女儿翠萍 她的妻子凤菊因未起夜 不慎摔倒 后脑勺撞到了板凳脚上 不治身亡 郑信和妻子感情深厚 而且她始终觉得对不起妻子 所以即便有人劝她续嫌 好生个儿子继承她的衣钵 但是郑信决定此生不再另取 只想把女儿翠萍抚养长大 此后 郑信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 花在女儿和医馆上面 以减轻内心的愧疚 和对妻子的思念 由于郑信医术高明 而且她为人善良 因此来医馆看病的人很多 反而冯卿的医馆显得冷冷清清 冯卿对此很不满 曾经多次找郑信 让她和自己一起抬高价格 不要随便施舍病人 影响她医馆的生意 不过都被郑信拒绝 再加上冯卿总会提醒 郑信 使郑信疏忽了 对凤菊的照顾 才导致凤菊意外身亡 为此师兄弟二人 很少走动 两年前 郑信出了那件事 关闭了医馆 冯卿的医馆生意火爆了起来 她趁机抬高价格 赚得盆满钵满 几个月前搬到县城 新开了个大医馆 郑信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了师兄冯卿 她立节性地和师兄打了招呼之后 准备离去 可是冯卿拉着她说道 师弟 你我师出同门 难得在这里相遇 彩莲小姐的病有些奇怪 不如进去帮我参详参详 若是换成别的郎中 郑信怎么都不会参与此事 可是她对冯卿十分了解 小病看成大病 趁机多收费用 因此郑信担心彩莲的病情 便依了冯卿的意思 冯卿见过李源外夫妇之后 为他们介绍了郑信 李源外夫妇十分高兴 希望他们师兄弟 联手治好彩莲的病 不要耽误了女儿的婚期 冯卿说彩莲中了毒 还询问是谁负责彩莲的饮食 一旁的翠平连忙说是她负责 小姐的饮食起居 这些日子彩莲胃口不好 为她做了药膳 冯卿立即让她把剩饭剩菜拿来查验 结果饭菜中有毒 郑信和翠平都吓得不轻 翠平连忙解释道 这些药膳我做完之后 都会尝试 我怎么没有中毒 你爹做过郎中 你也跟着学了一些药理 你应该清楚有些毒 对正常人影响不大 但是对彩莲这样体质的人 却很致命 为何要害你的小姐 冯卿冷笑一声说道 彩莲赶紧帮着翠平解释 结果她一激动又晕了过去 里员外夫妇尽管很喜欢翠平 但是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 画龙画虎难画骨 所以他们赶紧让人把翠平抓了起来 追问她为何要害女儿彩莲 无辜的翠平刚想解释 一个丫鬟忽然说道 老爷 夫人 我知道翠平为何要害小姐 因为她也喜欢我们未来姑爷承辉 她多次背着小姐去和承辉私会 宋承辉定情信物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翠平本想解释 但是她由于片刻后没有吭声 因为彩莲和承辉相遇之后 得了相思病 翠平不忍心小姐如此 便自告奋勇地带着彩莲给的信物去见承辉 承辉也请翠平帮着传递了信物 和她写的诗词或书信 翠平自然不能将此事说出去 这样会有损小姐的清誉 李渊外夫妇见翠平没有任何解释 命人要把翠平送到县衙治罪 郑信刚想替女儿辩解 冯卿说道 李渊外 李夫人 恐怕翠平这个丫头没这个本事 郑信以前是个郎中 因为致死了人赔了一大笔钱 还关了医馆 不得已才把翠平卖到你这里做丫鬟 想必那个毒是他交给翠平的 恐怕只有他才有解药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破坏采莲小姐的婚事 好让翠平攀附支县家公子 应该将他也一起送到县衙治罪 李渊外看着昏迷的女儿 命人将郑信也一并抓上 郑信坚信女儿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肯定是遭人陷害 若他也被送到县衙 谁来救他可怜的女儿 想到这里 郑信迅速从怀里逃出一块石头说道 且慢 李渊外 我有办法证明我女儿是无辜的 而且还可以帮你查出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而且可以帮采莲解毒 可是冯卿冲了上去 一把夺走了郑信手里普通的石块 拿到手里颠了颠分量 又看了看 笑着说道 就凭这块破石头 有这么大的能力 你分明是想拖延时间吧 冯卿说完 直接将石头扔了出去 郑信看着被扔到院中 还在翻滚的石块 显得底气有些不足 因为他也不确信 这个石头能实现他所说的一切 那么他是如何得到 这个石块揣在怀里呢 原来郑信在来县城的路上 之所以耽误了几天时间 是因为他在翻越一个山坡时 遇到一个男子手里 抓了一只吱吱叫着不停 拼命挣扎的小猴子 郑信好奇地问男子 从哪抓到猴子 抓来干什么 男子说他是耍猴人 原本手里有一只猴子 因为上了年纪 不太灵活 所以他来山上抓了这只猴子 回去训练后帮他赚钱 就在郑信和男子说话的时候 小猴子一直盯着郑信 而且双目含泪 吱吱地叫着 仿佛是在哀求郑信救救他 善良的郑信动了侧隐之心 劝男子将猴子放了 男子说除非出钱将猴子买下 郑信身上带的银子 是想将女儿赎回的 可是他想到身上带的药材 还能卖钱 便花了三两银子将猴子买下 将小猴子带到山上 无人的地方放了 小猴子似乎很懂事 朝着郑信坐一致谢 可是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拉着郑信的裤脚 把他往山上转 郑信推开了小猴子 可是小猴子又冲了上来 莫非小猴子有事相求 郑信好奇地跟着小猴子上了山 不多时来到一个山洞 他看到一只年迈的猴子 躺在草堆上 身边围着一群猴子 小猴子拉着郑信 来到老猴子的身边 郑信这才发现老猴子受了伤 而且奄奄一息 郑信这才明白 小猴子为什么拉他上山 不由地感叹万物有灵 而且小猴子聪明机智 老猴子被郑信抢救了过来 身体逐渐好转 但是需要人照顾 可是郑信惦记着女儿 于是准备离开 可是一群猴子朝着他坐一 拉着他不肯让他走 郑信明白猴子们是想让他留下来 照顾老猴子 郑信为之感动 索信在洞里住了几天 直到老猴子基本痊愈 郑信离开的那一天晚上 他梦见有个白发老翁对他说 大恩不言谢 我孝顺的孙儿为了给我治病 不顾危险下山去找人 结果被抓 你不仅救了我孙儿 还治好了我的病 我不能像人类那样付你诊费 但是我在山上偶然得到一块其实 我把他送给你 关键的时候可以让你心想事成 逢兄话急 遇难成祥 郑信醒来时发现手里有块普通的石块 他随手将它扔在地上 可是一旁的老猴子将石块捡了起来 放在郑信的手上 还是一让郑信把它揣在怀里 好好收藏 可是眼下这石块并没有让郑信心想事成 逢兄话急 里员外夫妇担心女儿的病情 一边命人抓住郑信 一边让郑信交出解药 冯信正得意洋洋地在一旁看热闹 然而就在此时 地上的石块忽然腾空而起 散发出万道光芒 从院中飞进了屋里 众人都惊呆了 来抓郑信的仆人和家丁忽然动弹不得 紧接着其他人也无法活动 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了 忽然石块变成一块硕大的铜镜 里面有着清晰的画面 看完那些画面 众人顿时明白 这一切竟然都是冯青的诡计和阴谋 原来冯青因为凤菊嫁给了郑信 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对郑信怀恨在心 只不过他城府很深外人看不出来 他一直想纠缠凤菊 可是没有什么机会 凤菊的父母去世后 当冯青遇到有棘手的 需要出诊病人时 他都会将别人推到郑信的医馆 好有机会纠缠凤菊 让凤菊苦不堪言 可是他不想让丈夫知道此事 一直有所隐瞒 那天郑信出诊 冯青再次去找凤菊 凤菊为了清白奋力反抗 结果被冯青失手推倒而亡 冯青制造了凤菊自己摔倒的假象 蒙骗过关 后来由于去郑信医馆看病的人多 影响冯青医馆的生意 当那两个男子抬着父亲来看病时 他知道老翁已经不行了 他在老翁身上动了手脚 让他们来找郑信 而那两个男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孝子 他们之所以抬着父亲来看病 是因为他们想知道 家里钱财藏在哪里 所以冯青和两个不孝子合谋 演了一出戏 让郑信赔了钱还关了医馆 然而此事并没有完 冯青将医馆搬到县城来了之后 他的女儿意外认识了陈辉 对他动了情 求冯青欲成他和陈辉之间的好事 冯青也想攀上知县这个高知 他想尽办法得到机会 去给陈辉的母亲治病 和陈知县熟了起来 便跟陈知县说想结为亲家 可是陈知县得知儿子喜欢的 是李家小姐采莲 陈知县夫妇尊重儿子的选择 和李家定了亲 冯青因此怀恨在心 他本就知道 翠平在李府做丫鬟 于是阴险狡诈 心肠歹毒的冯青 买通了李府的丫鬟 想到了一尸二鸟的毒计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冯青的所作所为 被郑信得到的十块公之于众 恢复活动的李元外 立即命人将冯青拿下 送到了县衙 陈知县得知冯青处心积虑的 想坑害他未来而喜 十分气愤 从众惩治了冯青 让他后半生在狱中度过 义干人等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郑信治好了彩莲 陈辉和彩莲的婚礼如期举行 李元外夫妇为了感激郑信和翠平 任翠平做了干女儿 不仅如此 他们还帮助郑信在县城开了医馆 翠平回到了父亲郑信的身边 在陈辉和彩莲的撮合下 翠平嫁给了陈辉的一个同窗好友 几年后 陈辉和翠平的相公都金榜提名 彩莲和翠平各自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孝经父母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郑信年过八旬才无疾而终 至于那个石块 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奇效 也许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不过郑信一直将石块收藏在身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